胃静卵临床表现 阴郡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饮食不当 或者受凉后出现的一个上腹部的剧烈疼痛 多数可以呈正发性的脚痛 还有伴有恶心 呕吐 出汗 面色苍白 头痛 头晕等等的这些症状 这些呢 我们多数首先考虑可能是 胃静卵所致 到底什么是胃静卵呢 它就是我们的胃在受到了刺激之后 出现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收缩 一般都是阵发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用一些解经的药物来对症处理 当然了如果手边没有适当的药物 也可以喝一些热水 或者说用热水来就是温暖这个上腹部 保暖来缓解它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不能缓解 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就医 让大夫来给你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以排除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专家提示 一 胃静卵多在饮食不当或受凉时出现 二 主要表现是腹部振发性脚痛 伴有恶心 呕吐 头晕 头痛 拔力 面色苍白 出汗等 三 需用解经让物对症处理 也可以喝热水温暖上腹部 缓解胃静卵 四 长时间不能缓解 应尽早就医 排除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许早就能缓解